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对男人的需求越强烈 为什么呢 因为这类女人啊懂得男人的所思所想 知道男人喜欢漂亮并且身材好的女人 所以啊那些对男人需求比较强烈的女人 往往格外注重打扮于外在 对自己的要求高 身材往往也比较好 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 无非就是为了吸引男人的注意力 好让男人主动追求自己 从而使得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 第二 比较有异性缘 身而为人啊有几个异性朋友很正常 但是因为男人啊应该明白这么一个道理 那就是女人和男人之间是没有纯洁的友谊的 就算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纯洁的友谊 在相处与交往的时候啊也要保持距离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类女人 她们的异性缘非常好 与每个男人都保持着亲密关系 其实啊这类女人也是对男人需求比较强烈的女人 试想一下一个女人若不是对男人有所图谋 那么她为什么要与男人维系着关系呢 其实啊这类女人只是把男人当作备胎而已 第三情感经历比较丰富 情感经历丰富的女人啊一定对男人需求比较强烈的女人 毕竟啊女人的情感经历越丰富 那么她对于男人的需求啊就越旺盛 虽然说情感经历丰富的女人有着比较大的魅力 但是啊不得不说老实的男人真的是很难喂饱这类女人 所以啊男人若是遇见有这类特征的女人 还是尽早远离比较好 以上就是对男人需求比较强烈的女人会有的三个特征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有这些特征的女人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点赞